感谢师父为我们解释一下《道德经》部分章节的含义 《道德经》第五 天地之间其幽陀越乎 虚而不驱动而越粗 多言属穷不如手终 请教一下这个含义在哪里 《道德经》传承了几千年的剧作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看法 我的观念可能仅只代表我的个人 所以不能代表别人的 第五章 天地之间其有土越乎 虚而不驱 动而欲出 多言数穷不如手终 我们作为一个武当的功夫的爱好者来讲 那我们肯定从修炼的层面来追求了 他说的什么呢 就是天地之间呢 我们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中空的 它是个取之不尽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我们修炼的 像我们人样 把天地就比如我们人 对吧 天之间其有土越乎 虚而不驱 动而欲出 多言数穷不如手终 你看最后这两句话 多言数穷不如手终 意思是说 我们用再多的语言去说它 还不如我们手终我们自己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要更多的是拿去修炼 炼什么呢 炼我们的精气神 因为人只有精气神能量的存在 所以说它就是说 它还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那就像天地之间一样呢 它中空的说 它远远不断的生养万物 你说 人家说把它比较到一种风向 那就是什么 天地的风向 什么时候能够 完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完呢 没有 所以说它就像我们人的呼吸一样 只要我们人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远不断的会 在这进行那种呼吸导饮 所以说我们用很多的语言去解释它 还不如我们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修炼它 修炼这个 就是多元术穷不如手终 修炼什么 修炼我们的这个原精原器 原神 所以是靠我们后天的修炼 而来去弥补 才可以让我们先天这个 原精原器和原神 可以更延长的去生活 这就是我们 对这个第五章的一种理解 嗯 好 道德经第六 嗯 古神不死 是为玄品 玄品之门 是为天地耕 绵绵若成 用之不齐 请师父解释一下 好 这个第六章和刚刚第五章呢 它是前后相应的 他说啊 他说 用之不勤 取之不绝 对吧 古神不死 是为玄品 玄品之门 是为天地耕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 又可以用到我们的练功层面来讲了 就像我们的呼吸 你什么时候能够静得了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呼吸就像这个天地 这个自然的这个空气一样 永远的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这也就是 其实五章和六章 它相互讲的也就是一个修炼 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种 像天地这个能量一样 永远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实际 我们说的是我们的呼吸 其实有一句话说 生命有多远 就是呼吸之间 绵绵若成 用之不勤取之不绝 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啊 能够 持续的 长久的绵延下去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 是存在的 所以它有多远 就是呼吸之间 当我们的呼吸它没有的时候 也意味着它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修炼的人来讲呢 就是讲这个呼吸 能够让它更延长 也就意味着说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修炼 让我们的生命更延长 那个玄匹是什么 玄匹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我们的就是一种 源头嘛 对不对 你像如果说 从人性来讲 它就是一个母性的一个 对不对 就是也是生命的源头 所有的生命 都是从母性里面来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 这个生命当成之后 我们还能保持这种 最初的那种 就是母性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绵绵若成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 能够保持的 用它永远的存在 道德经第五十六 塞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成 似为玄同 请老师解释一下 道德经 它之所以说 它用道和德的两个字来说 其实这一章呢 它也就是指道的层面 什么人才可以做到呢 合其光同其成呢 对不对 道可以做到 也就是告诉我们 人能够像道的精神一样 就是它没有区分了 这就像有一章 我觉得《道德经》里面都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口 其实是 并不是说它不热爱生命 不珍惜生命 是因为什么 它有一个道心 它从来不去偏爱某一个生命 也不会去 忽略每个生命 它不会 因为它占到了道德精神 所以说它 和其光同其成 塞其对壁其门 错觉瑞解其分 对吧 它其实讲的就是这种 和光同成 对不对 就是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对 如果人有修成了这个境界的话 那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当然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生活悦力经历的人 很有成就的人 对不对 那老子写道德精 肯定也不是说在七十岁八十岁写出来的 对不对 他也是经历了很多 看到了很多 对吧 这总结到 发现了天地 自然的这种道的精神 对不对 塞其对壁其门 其实就像我们的 还是跟前面一样 叫我们少说 对不对 多修炼 多去做 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用我们的言行去表达出来 用我们的行动去表达出来 而不是让我们只是说 那更重要是让我们去做 做的那是有道的精神 不偏左也不偏右 这是很难得的 但是和光同城嘛 对不对 只要有道的人 才可以做到这个层面来 和光是什么 和光同城 就是一样的 一样 对 和其光同其城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是 我跟你关系好的 跟他关系好的 我跟你之间好像差一点 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在的人性的这个层面来的 所以说到底还有 可以延伸到 有一篇里面他说的是 天之道 神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神有余 神有余而补 而衡而补 神有余 神不足而补有余 本来我们人就是 你看是这样的 我都没有 但你比我强啊 我会巴结你 我会讨好你 你可能照顾我一点 给我的什么好处啊 本来我都没有理由 那我为什么给你一点呢 目的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下 天不同 天道不同 他是哪里不满 他就往哪里去 对不对 你看 所以说他就是这样 水都从我 第一处流 那高上的水 对不对 再高 他都会让你留下来 都会到大海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张也讲的就是 人人都说 天道的精神 何光同成 让我们少数化 多做事 做了什么事呢 符合道的事情 不偏左 不偏右 比他一个道性去做 道如今 第七时 是 无言圣义之 圣义行 天下莫能之 莫能行 言有中 事有君 夫为无之 是以夫我之 知我者欺 则我者贵 是以身人披荷来欲 请师父解释一下 好 他这张呢 也其实也是讲的道 对吧 他五言圣义之 圣义行 那其实就是讲的道 其实道是大家都知道他的 但是有几 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 我们都知道天下下雨啦 不要到外面去哦 会把衣服淋湿的 对不对 还有人偏偏就喜欢去淋 对吧 所以要真道 他后面是怎么讲的 因为这段 天下莫能之莫能行 也有中事有君 莫能之莫能行 但是有的人他就偏偏 他就要去试一下 我就要去试一下 我们大人教育小孩就是这样 下雨了 不要出去 会把衣服淋湿 会感冒的 他就不 对 莫能之莫能行 对吧 知我者稀 折我者跪 了解道的人 不是很多的 真正去见习这一道的人 更少 对不对 最后面两句呢 是以圣人披荷怀育 对 也就是说 我们 从一个有道的人来讲 他不会去 注重他自己穿的是什么 他应该注重的是什么 譬如怀孕接受 注重的是 内在的修炼 你也可以说成是精气神 也可以说是你保读师书 对不对 从内在的 我们里面的这种财富 精神上的财富 知识上的财富 是不可能 表露出来的 那我们就采得他 把这块玉养珍贵 就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向道之心 我们有好学之心 追求知识的 能量的之心 对不对 不去注重我们外在的 我今天要穿个什么品牌 明天穿个什么 高档的 如何的 他不会注重你外表 对不对 他穿什么 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内心的 这个对道的追求 健行 就是知或者希 折或者贵 其实就是讲的 道德经两个字 永远都不会偏离 他哪一章哪一篇 都不会偏离 道德这两个字 但是呢 他不一定用道和德 这两个字来表现出来 这就是他的高明了 道德经第七十八 受国之构 是为赦之主 受国不祥 是为天下王 正言若返 请师父解释一下 他其实讲的也是这样 不论你受国之构 是为天下王 对吧 就是说道 他是不去拒绝任何的 微小的还是强大的 他都不拒绝 对不对 那也就是我们一个人家 如果我们这个人 能够接受一个众生 他说众生平等 不管这个人是有本事 还是没本事 对不对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好人 还是一个坏人 他都能够去包容他 去记录他 才能够显得他大 对不对 最后面呢 受国之构 是为天下王 正言若返 对 他都能够接受的话 是才能作为一个王者 如果到他成 就像天地啊 他能够包容 涵盖这一切的 万事万物 不管他是好的 是坏的 是有毒的 还是有利于我们人的 对吧 毒性存在 他肯定有他 万事万物 都有他相生相克的地方 都有他相生相克的 一定都有他存在的价值 所以说才能显现 天地万物 才这么完美 对不对 正言若返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语言的 这就是说 恩生于害 害生于恩 你看的是好的 其实他不一定是 你看的是坏的 他也不一定是 哦 对不对 这就是说 此一时彼一时 你说这个雨下的 好吗 他肯定好 如果说九旱风干露 那一定是 孕育万物 如果说 长期狂风暴雨下的 那可以怎么 他又不好了 他肯定会摧毁 摧毁自然 对不对 会发洪灾 所以说任何东西 都有它的两面性 有好的和坏的 你不能定在 这个就是好的 这个就是坏的 不是的 他一定根据 当时的这种情形 如果需要的情况下 他一定是好的 如果真的不需要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说 这一反 这就是道 看你怎么去看待他了 站在哪个层面 去看待他了 OK 《道德经》 第七十九 何大愿 必有余愿 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自着弃 而不择于人 人有得施弃 无得施策 请师父解释一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有句话说 以德报怨 对不对 何以报德呢 如果说我们站在这种层面去讲 就是说 冤冤相报 何事了 他永远都 了结不了 你欺负了我 我想的办法 已经报过去了 好的 下一代他也想了 你上代跟我 上代有愁笼 我一定要报仇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事情 所以说 何大愿 安何以为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不可能有 和平的相处 所以不可以 我们永远有去 有这种心态发生 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说 我们人类一直向往的是什么 和平 对不对 不要有战争 人缘之间不要有争吵 如果处在这种道的层面来讲 那才是可以真正的 解决了 何以报德的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 他永远处于这事 你 今天对我要讲狠了 我明天想到办法要治你 后天你也想到办法要治我 是吧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冤冤相报何事了 对不对 所以他后面就说 怎么说的 是以圣人 执主器而不遮于人 不遮于人 有得是弃无得是策 他就说 要做在道的层面 任何事情 你不论怎么来 只要是说 做到了柔弱胜刚强 你再强我弱一点 你自然就会让的 你也会 就比如说 现在我们两个要吵架 你再吵的跟我吵的再狠 我总是笑着脸跟你讲 你肯定觉得吵的吵的 没意思了 你跟我一吵 我也跟你吵一对 那肯定是会出问题了 所以说 他只要在这种包容的层面 在这道的层面去 他就可以做到 天下和平 所谓这个执左气 或者是勇得施气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执左气而不施 气就是我们想的 啊 我们说好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变了呢 为什么 你看我们非要纠结这个 我们说好的事情 我们说好 今天说好 是今天说好的 明天的情形可能 已经不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要去纠结呢 纠结的肯定发生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契约这个东西啊 有的呢 为什么说 从头到尾 它都是和平的 有的呢 它不能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来了香港的学员 我们说的 香港被英国殖民一百年 敢说吗 不敢说 你只能让它殖民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不如它 你只能顺从它 那当我们现在可以的时候呢 能够还回来 必须还回来 看到没有 所以说此一时彼此 在那个时候 你必须要顺从 那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说回来 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就是说了 那个时候说的话 不一定 是符合契约的 如果说我们 在道德精神上面 来说呢 我帮你管理管理 我们相互得 有得力的情况下呢 它就不可能 有这种 说被你殖民的 这种 这么难听的话了 对不对 它是一种什么 真正叫做 天下大动 地球是没有 不分离我的 是没有界限的 如果站在这个层面呢 它永远都是和平的 那无得 无得 是策 这个策 对啊 它就不在这个 里面来嘛 对不对 对 你只要不去去破坏 它的这种 道德的层面 它永远都是 和谐的 和平的 就像贸易啊 我的物品可以进你的国家 你的物品可以进我的国家 促进两国的经济增长 我在想 我也是经济到你的去了 你强大了怎么办 你在想 你到我强大了怎么办 你看 都有这种 对吧 只要是牵扯到 人你要为王 我也为王的时候 它肯定就像 现在的这个社会一样 它就会什么 不和平出现了 就牵扯到那边去了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有的私心 不在道心的层面 所以它才会 有种种事情发生 道德经外 道家文化 还有哪一些重要的经典 在三宫派有没有特定的 一些学习的顺序 我们先说它的经典来讲 道家的经典呢 那是非常之多 对我个人来讲 我读的太少了 我只读了一点 道德经啊 那么《易经》啊 《音符经》啊 对吧 还有那个《清静经》啊 那还太多太多的经典 我没读 我没去了解 所以它是一部 庞大的体系 理论体系 但我觉得个人认为 如果我把某一部经典 我能够看懂得那么一二 那就对我的功夫也很大的 帮助了 也莫大的助力了 至于说你说这个 它的功夫 它有没有一个训续呢 它肯定有 它一定是先从最基本的入手 我就拿我们来学习的 亲身的体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开始我们就拉经 因为什么呢 我们人数的年龄的增长 经络就会缩短 对不对 人家说硬呢 其实是缩短的 对不对 那后来我们通过练习 它可以拉长 所以有句话说 经长一秤 瘦炎十年 我们手下边这么一样 我一扳一下 它可以过来 这扳的其实是经络 对不对 经络能够延长多少 你这个手指可以挽多少 它不是真的扳你骨头 包括我们骨头所有的能够运动 是因为我们的经络的灵活 经络的弹性和张力 它决定我们的力度 所以练我们的第一步肯定是拉经 就是基本 对 这是基本 然后经拉开之后 那我们要踢腿 他说手四两扇门 全凭脚打人 这个踢腿 我当时有三四六六腿法 当我们把腿法学好之后 我们就学步法 因为他一个完整体系里面 他不仅有腿法 他有步法 这个步法里面有变化独端 有各种步法 弓步 马步 铺步 虚步 邪步 对不对 那么内加权的步法和其他的 武当权的步法和其他的 门派的步法还有所不同 对不对 那步法会来的时候 我就学手法 冲拳 这个拳怎么冲 对不对 那还有不是说搏击的这种冲法 对不对 它有的是如何用国人进那种 暴发进包一身 极深的力量达到一点上来 对吧 那还要讲 我们这简单的这些 都会了之后 那讲什么 讲生法 生法的练习 才是它的一个综合性 就是手眼生法部 我同时就表现出来 才能决定这个动作的 这个 一下子这一瞬间的这种 精气神成的提升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必须按照这个体系来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 双方派的功夫 这还只是说形体层面的 那如果说你想练得更好 你必须要熟语 熟读经典 否则的话 你的思想层面得不到改变 所以它的功夫 应该是在心性层面 最后的功夫就在这里了 所以它讲究什么 性命双修 你的命功练得再好 你的性功不练 你不练命功 它不会强大的 太极与两仪的概念 在武术中的体现差异为何 练拳的时候如何去思考 哦 太极和两仪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太极和两仪首先你搞清楚 太极是个什么状态 两仪是个什么状态 你才就可以区分 太极和两仪在练功层面是怎么样去 是个什么状态呢 那么太极我们讲的是 一样和和为太极 这种状态是我们人需要的 一个什么平静 平静的状态 其实太极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我们在聊天一样 我们是处于一种太极的状态 心平气和的在交谈 不会去打破任何的不愉快的 是有什么 我们有了这个太极的状态存在 太极是一片一片祥和 中正不偏谁 我们也不去说谁不好 也不去标表谁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永远处于什么 心平气和的交交心 谈谈话聊聊天 这就是太极的一种状态 他才可以生生不息 哪怕我们不说话 我们坐在这里 互不干扰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一些动作指导 我也有我的动作指导 大家互不干扰 这就是一种太极的状态 那我们把这太极的状态 用到泉里面来 你的泉就会要体现什么 永远是中正的 平衡的 安静的 沉稳的 大气的 柔润的 是一种美的体现 让人看来还想看 让看的人能够带入到 一片安静的状态里面去 这才能够达到太极的状态 那么两仪是什么样的 两仪是分开 一样分开 约两仪 那就是什么 有快有慢 有刚有柔 就像天气一样 它有狂风雷电 也有什么 风和日丽 这是它一种变化 两仪的变化 一个极端的变化 那我的泉这时候 我就有很快的那种表现 也有很柔和的表现 也有很大的力量 爆发力的弹抖 也有的时候 我们很安静的一种运动 所以把它 音和音两个不同的层面 都给展现出来 这才能够 就变成 哦 两仪拳是什么状态 太极拳 又是什么状态 在念这种两仪 或者是太极拳的时候 在思想上 是不是需要有什么状态 有的 我刚才说了 那太极的状态 是我们融为一体的 它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 它叫忠啊 你看忠语那边说 喜怒哀乐 是为之忠 你要让它影响 对 它不会影响到我 所以说我们 为什么要去打太极拳呢 是在打太极拳的那一刻 我们不会去受任何的影响 我们总是处于 那一刻处于 很安详的状态 但我们仍会生气 那不可能是 不会是在你打拳的时候 你不打拳的时候 肯定会有个 什么事情影响了你 对吧 我们这会儿去打拳 肯定是我们 把一切的事情处理好 我才会有心去打拳 所以在打拳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发脾气的 但是我们还处于人的状态 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忠 发而即终结 你看它后面一句话 它就是发出来的时候 它为之合 它还有一点度的控制 是因为真正的 还是心性层面得到了 改变说太极 是真正的修炼人的心性的 那两一层就不同了 刚就刚 柔就柔 快就快 慢就慢 是否建议将武术套路方向练习 让左右边的训练平衡 套路设计如果没有对称的话 有无特殊的含义 可以 如果说我们是传统拳法 那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因为传统拳法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 那既然是这么教肯定是这么练 它这么练下去肯定是非常顺的 顺畅的 流淌的 如果说我未来有一个主要对称的拳法 那我现在可以去创编一个 那也没问题的 但是把传统的拳法 你用主要对称去打 它不是主要对称的 你非要就这么去打 那就失去了传统的意义 但是你看我们也有主要对称的拳法 那就是太极四三四 太极四三四 你看左边怎么练 右边怎么练 对吧 它两边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有些拳法 它就没有这么去传承 如果我们把它打成主要两边一样 它也可以 但是它失去了这个传承的意义和价值 但我未来就想这么 创造一套这么一个拳去打 也可以只要你符合人体的科学 人体的关节 机能 你去创一套 它也是可以的 明白 现在道家文化的修习范畴 与古代有显著的不同 其观点主要有哪些差异 在哪些时期有过重要的转变 它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有什么呢 时代的发展 你不能说非要完全跟过去一模一样 那不可能达到了 因为人类都在不断的进步 其实这个传统啊 这个道教文化之所以能够传到今天 就是因为它融入这个时代 所以它才可以深深呼吸的再传承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们还跟过去一样 把电全部去掉 如果这个时代如果把电去掉的话 你可想而知那灾难有多少 来了多少灾难 那个城市全部就被淹没了 你没了电 它那个水无法就排泄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它一定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同时它一定不可能会失去它的传承 失去它的传统 所以传承和传统 它两者是有点不同的 有人可以说我是一个传承者 但在传承里面它没有继承到传统 对不对 所以说它这个是不能变的 这个文化的根脉的传承 是不可以变的 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或者道家的转变是在哪里 当然从开始 我觉得对我们练拳的人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山峰祖师了 因为它是在道家文化的基础上 而创造了太极拳 在武当山从此以后呢 内加权这么一说了 它是做出了绝大贡献的人 而且它现在这一个贡献 世界认可 全世界的人都在练太极拳 是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就是 继承了这个道家的文化 如果没有这个道家的文化 我相信它不可能称略 所以说太极拳 它不可能偏离这个文化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叫太极拳 所以说现在人 我就标榜谁最厉害 什么什么宗师 什么什么大师 那都是个人的标榜 还是树立个人的形象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反对 这也是它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饮水需要湿源 源头在哪里 肯定在道家 因为道家是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我们不能去否定它 否定不了它 太极文化 对吧 一定是在道家当生的 可否描述一下 道家对睡眠及饮食的观点 怎么样最符合自然 这个问题也很有趣 怎样才能符合最自然 自然 它就是自然 明白吗 从哪里 关键在于人心啊 人心如果说 能够静下来 什么饮食 什么睡眠 你都不会去在意了 我吃什么 我不在意 对不对 我会去对比 他要吃三蒸 我要吃海味 你今天到了哪个什么大酒店 我也去另外一个大酒店 咱俩就非要去比一比 但是人心在作怪 明白没有 睡眠是什么 只要我心里有事 我自然就睡得很安静 我心里有事 哎呀我明天要搞个什么发展 我后天要去哪里开个会议 你心里总于干不完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睡得了呢 所以说自然是因为什么 我们一切的顺应呢 是吧 这就是说 祸目大于不足足 旧目大于于得 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人心太贪欲了 你看这个天眼呢 再过几个小时 它就天黑了 如果你顺应这个自然 到那个时候 我就好好睡觉 什么事不干 什么事都放得下 你肯定是睡得香的 白不醒 我这个事还没干完 我要干完才行 你说你怎么睡得香的 对吧 这个季节地里长什么 我吃什么 哎不行 我要就要吃那个反季节 我要搞个大红 搞个温室 把它搞出来吃 这样的东西你吃了 你会睡得好吗 对不对 包括现在人类的 对这个生物的这种 这种过度的杀取 人说什么什么动物好 哎呦 想的办法就不要搞了吃 这就是人性的贪欲 他没知道 没听说这个动物好之前 他照样生成呢 他照样吃得很好啊 他为什么要去吃那个东西呢 很多人还结果吃病呢 为什么呢 就是贪欲够重 所以说道家真正的就是顺利自然 我说这个季节地里长什么 吃什么 田里种什么 吃什么 这个才是自然之道 禁食跟打坐等活动的主要目的为何 应该如何练习 禁食就是我们说吃东西是吗 嗯 就刚刚我们说了嘛 吃一定要顺利自然 嗯 静坐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修养 这闭目养神啊 还是在于人心啊 人心的这个静 欲望不要太多 人一定有欲望 一定要量力而行 我们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按我的体重 我挑一百斤 我很舒服 哎呀我未来能表现我自己 你看我今天挑了一百五十斤 试试看 你竟然 身上马上就出问题 不仅仅是我们的外在的这些关节 压迫也是问题 包括我们有死尽的 身上有死尽的脏腹都出问题 经脉气血都会出问题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有顺应自然 嗯 我打坐 也是为了闭目养神 嗯 目的还是在于人心 能不能做到真的 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 不是说没有欲望 是有 符合我现在 当时的能力的追求 哎呀我刚说了 我现在挑一百斤啊 我拿个八十斤 我不是很轻松了吗 对不对 我今天可以拿我 那我明天还可以拿 后天还可以拿 远远不断的 我多么快乐呢 哎呀我今天非要一下子高两百斤 我明天好好休息一下 试试看 你就觉得特别累 哎呀今天好累好累 所以什么 忍心也静下来 嗯 嗯 还是在于休息 嗯 嗯 嗯 好 谢谢师傅 好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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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